而立法院今天呢 去審國會改革方案 法案 而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總召柯建民在發言的時候 則是脫口而出 說出了老天有眼 發生大地震 臺灣民主 才讓國民黨的國會改革 審查停下來 而這一番言論 則是引發了軒然大波 花蓮縣府以及在地的業者 都表達失望 並且予以譴責 而柯建民也正式道歉 五月六號 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 續審國會改革 但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這段發言引發了軒然大波 就被沒收就被傷害掉 這是臺灣民主 柯建民下午回應 花蓮地震是國人傷痛 當時這樣說 是因為國會改革法案 一直被國民黨打壓 沒收 而現在可以延後處理 有好好開工廳會審查的機會 卻發言不夠精確 造成誤解 鄭重致歉 不過這種說法 依然引發國民黨團不滿 國民黨團總召復恰奇 投兵民進黨 還點名準總統賴清德 問他要不要致歉 而民進黨是否還要再反對 重建條例 消息傳回花蓮 縣府和在地業者 都表達了失望 譴責 不應該拿災害這件事情 作為來開玩笑 或者是借任何理由的一個說法 邀請所有的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都帶著他們服務出的員工 來花蓮辦員工旅遊 希望柯總召用這樣的方式來賠罪 民進黨花蓮縣議員 胡仁順也PO文回應 儘管柯建民的發言 是希望國民黨逐條審查重要議案 雖然是利益良善 但地震對於花蓮的影響 既痛苦又長遠 發言一定要小心 才不會讓中央 全力支持震災的補助美意 因為失言而被曲解 記者曹彥均謝奇文 溫家凱 台北花蓮報導 請示篇 視乎 歡迎 視乎